为什么不加入能变形的枪呢? 在很多设计游戏中都加入了能变形的枪械 比如一把枪能变成狙击枪也能变成步枪 为什么车机不加入呢? 真实原因有两个 一,不符合现实 革命精虽然有很多地方不符合现实 但是在枪械的设计方面 还是极力遵循现实的 没有出过任何太违背现实的武器 顶多就是改改枪械的威力和射速之类的 不会对枪械的根本做出改变 可变形枪就不一样了 在现实根本就没有这种枪械的存在 只是很多人心中的幻想 有的厂商把它做进了游戏 不代表现实正能实现 吃鸡为了还原现实肯定不会加的 二,太影响游戏平衡 另一方面就是变形枪的强度问题了 在很多设计游戏中 变形枪都是性能超标的 如果吃鸡加入自然也不例外 想想看一把枪拥有了两把枪的属性 那吃鸡能带两把主武器 就相当于带了四把不同类型的武器 不管在任何距离都有办法对付敌人 这就太强了 没有变形枪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吃鸡肯定不会下入能变形的墙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